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高低杠项目获得铜牌的俄罗斯选手 今年只有16岁 参加市井赛是第一次的斯普利利多诺娃 获得亚军的就是去年的世界冠军 广西级的选手黄慧丹 我们看到选手在单项比赛当中的服装 跟他们团体的服装比一样 设计非常的精美 这是为参加本次是比赛单项选手 博生定做的参赛服 这位就是实现了自己冠军梦想的姚金南 姚金南之前给介绍过 他在16岁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国际大赛 在一年的东京市井赛上就获得了个人全能的第三名 成为了中国第三位登上世界锦标赛 个人全能领奖台的选手 这次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金牌梦 这是一块迟到的金牌 祝贺他 现在我们看到为高低杠颁奖的走在画面 最右侧的就是中国体操队总教练 黄玉宾 非常祝贺 是失败了与金牌十只交比 但今年他终于圆梦了 真的很不容易 女士们先生们请请您 奏中华人不和国国国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了又一枚金牌 因为体操队有一个惯例 获得世界冠军的选手照片都可以上冠军墙 那么坐在我背面的这两位我们的天王天后写说团成员都已经早就上墙了 首先是我们从小练体操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拿世界冠军 当我们进了国家队的时候 我们就以冠军墙上的这些前辈们的目标 这将成为我们最终奋斗的一个目标 而且我知道奥运会冠军还是跟世界冠军在于上墙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奥运冠军是加五环的世界冠军是不带五环的 所以大家的梦想是冲着挂着五环的照片放在墙上这样的梦想去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姚金楠能够在今天的照片上了冠军墙之后 能够在李约他能够